一本千年的邪书传说可以召唤邪恶的存在 这对老夫妻为了复活他们的外孙子准备铤而走险来一次生猛的行动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加拿大的恐怖片一切为了杰克森 影片一开场张大爷和李大妈就把孕妇吃瓜姐给绑架了 虽然张大爷和李大妈绑架的时候使用的是暴力 但把吃瓜姐控制住之后态度却显得非常的和爱可心 李大妈首先向吃瓜姐道了歉 然后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并提醒吃瓜姐不要轻举妄动 因为他们早就做好了防犯措施 就算吃瓜姐喊过喉咙外面的人也不可能听得见 为了验证效果 李大妈把吃瓜姐嘴上的布条刚去掉 吃瓜姐便很配合的尖叫了起来 张大爷在楼下听了听认为隔音效果是一流的 虽然李大妈极力安抚吃瓜姐的情绪 但完全不了解状况的吃瓜姐仍是吓得够呛 这里出现了神奇的一幕 吃瓜姐居然能看到李大妈那位死去的外孙子 从封建迷信的理论上来讲 这应该是吃瓜姐已经怀孕的原因 李大妈离开前还很贴心的为吃瓜姐播放了音乐 但在吃瓜姐听来这跟哀愿没什么区别 要说这李大妈这是老谋深算 他故意把吃瓜姐的手机放在能够得着的地方 当吃瓜姐这边刚一解锁 通过摄像头看到密码的李大妈就把吃瓜姐的手机给夺了过去 这可真硬了那句话 疑孕傻三年了 张大爷和李大妈都是某邪教的成员 胡子哥是这个团伙中的激进分子 他对撒旦的感情比他亲爹还亲 那么张大爷和李大妈这对手无伏击之力的老人 是怎么把吃瓜姐给绑架的呢 原来张大爷是个医生 当意外怀孕的吃瓜姐找到看病的时候 他认为复活外孙子的机会来了 因为他和李大妈之前曾花大价钱 买了一本有上千年历史的邪书 这本书上所介绍的复活办法非常灵眼 老两口用一只死去多时的乌鸦做实验 通过一些特殊的咒语 那只乌鸦很快便扑轮着是往飞走了 那天吃瓜姐从张大爷家门口路过 出于对张大爷的信任 吃瓜姐并没有防备 因此才被这两个老人轻而易举给得手了 根据那本邪书上介绍 老两口如果想复活他们的外孙子 首先要找到一个孕妇 然后利用书中所记载的方法 通过一些仪式和咒语 让外孙子的灵魂进入到孕妇肚子里 那个胎儿的体内 这样等孕妇生下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他们的外孙子了 哎呀要说这编剧是真有才啊 整天憋在家里不出门 竟整这幺蛾子 接下来老两口开始了 复活外孙子的前期准备工作 由于这个过程非常的复杂 而且充满了凶险 中间环节一步都不能错 不然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因此张大爷和李大妈都非常的谨慎 经过一系列不科学的操作之后 老两口外孙子的灵魂居然成功的进入到了吃瓜姐的体内 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他们把地狱里的一些妖魔鬼怪给招来了 通过这件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干坏事总要付出代价 不过这帮吃妹王俩虽然可怕 但毕竟不是在自己的住场 他们刚开始充其量也就是吓唬吓唬人 但就这也把刚睡醒了张大爷给吓尿了 吃瓜姐失踪后没多久 一名女警官就来到了张大爷的证所 张大爷虽然内心慌得一批 但表面上显得很镇定 回答的也是滴水不漏 但他那位猪队友女助手却一次次的推翻张大爷的说法 搞得老爷子非常的被动 他绞尽脑汁才勉强把女警官给糊弄过去了 到了晚上 那些被老两口召唤出来的邪碎开始吓唬李大妈了 李大妈虽然是邪教成员 也是犯罪嫌疑人 但这种事他还从来没遇到过 加上也上了点年纪 下得心脏病差点犯了 李大妈的尖叫声引起了吃瓜姐的注意 他很关心的问李大妈是怎么回事 李大妈认为是他那个自杀的女儿回来了 李大妈离开房间之后 吃瓜姐展开了自救 但一些阴魂不散的出现 把他吓得是花枝乱颤的 李大妈经过连续两次的惊吓 开始反思他们的行为是不是正确 而且他们的房前屋后 也开始有大量的乌鸦聚集 虽然吃瓜姐被囚禁了 但李大妈对他的照顾还是无为不至的 当然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那个即将出生的外孙子 现在吃瓜姐最担心的就是 张大爷李大妈会羡毛杀驴 等孩子生下了之后就把他给干倒 他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李大妈 李大妈没有正面回答吃瓜姐的问题 因为他们老两口就是这么计划 看到吃瓜姐 李大妈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原来几年前啊 李大妈的闺女出了场车祸 她的外孙子在车祸中当场死亡了 李大妈那个瘫痪的女儿 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打击 最终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自杀了 吃瓜姐为了保住自己的命 开始忽悠李大妈了 他向李大妈发誓 自己生下孩子之后 一定会全力配合张大爷和李大妈 尽好一个母亲的职责 和老两口快快乐乐的生活 让李大妈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闺女 不过李大妈可不傻 没有轻信吃瓜姐的花言巧语 上次询问完张大爷之后 女警官觉得张大爷身上有很多的疑点 于是便来到了张大爷家某情况 并且当场就发现了老两口的阴谋 当张大爷一路小跑赶到家的时候 看到事情已经败露了 不过此时张大爷家那可是群魔乱舞 各种类型的妖魔鬼怪基本上都聚齐了 女警官很快就被母亲暗黑的物质给控制 当吃瓜姐认为自己终于获救的时候 没想到女警官一枪把自己给毙了 这个意外惊奇是张大爷没想到 老爷子愣了半天才回过味 由于那本邪书上的很多文字 老两口都不认识 而生孩子的时候 还必须有一场复杂的仪式 因此张大爷把教会的骨干成员 胡子哥请到了家里 这个胡子哥那可是撒旦的超级粉丝 对所有的外门邪道都非常感兴趣 而且还颇有研究 邪书上的大部分内容他都能看明白 胡子哥了解完目前的所有流程之后 亲切会见了代产的吃瓜姐 虽然张大爷和李大妈 到目前为止所做的步骤都是正确的 但由于对邪书上的内容没有吃透 因此严格来讲 整个仪式才进行了一半 而下半部分的仪式非常关键 按照胡子哥的说法 外孙子如果要重返人间 那么就要牺牲母亲的生命 这也就是所谓的生命交易 胡子哥向老两口交代完仪式前的准备工作 然后拿了那本邪书回家了 已经走火入魔的胡子哥回家之后 便开始深度研究那本邪书了 用功程度比高三的学生还专注 他老妈三番五次喊他吃饭 他一怒之下居然把他老妈给杀了 第二天一早 胡子哥便来到了张大爷家 老两口在胡子哥的统一指挥下 开始了生命交易的仪式 吃瓜姐一看大千已到 于是也活出去了 谎称自己羊水破了 开始制造混乱 事不宜迟 胡子哥马上开始松都咒语了 然后屋子里就乱了套了 俗话说不封魔不成活呀 此时的胡子哥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 吃瓜姐则趁机挣脱手铐 用玻璃茬放在了李大妈的脖子上 威胁张大爷把他的脚铐打开 张大爷一看这形式 就准备打开吃瓜爷的脚铐 胡子哥一看一事要被打断 那能干吗 上去一刀就把李大妈给捅死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的 首先胡子哥被阴魂不散给掳走了 张大爷也面临着马上就要领和饭了 老爷子在临死前良心终于发现了 提醒吃瓜姐赶快逃跑 吃瓜姐一听觉得张大爷的话在领 于是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邪随们虽然极力堵戒 但最终还是被吃瓜姐跑掉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做人一定要学好 千万不要瞎胡搞 搬起一块大石头 反而砸了自己脚